华联烟夜场闲置空间在利用 相关规划必须和地方功能结合的专案会议 18号是在县议会召开 专案召集人黄鑫 县议员李正文 李布施依赖 特别和文化局 教育处 原型处 共同来讨论未来的方针 希望能够活化烟夜场的空间 请让烟夜场为前火车站后方 此多年来可以说是荒废已久 华县政府今年度也规划 未来成为亲子运动的好地方 为了让闲置的空间能够规划更加完美 华县县会并且召开花莲烟夜闲置空间再利用 相关规划必须与地方都市计划结合功能 专案召集人黄鑫 县议员李正文 李布施依赖 文化局 原型处和教育处共同来讨论这项中央议题 可以选择替代方案 那我是请大家坐下来谈 就算在规划 这中间还有很大的空间 我希望把重要的都应该纳入在这里面 也符合我们地方的祈求跟期盼 那今天开这个会 就让大家能够了解 那完成计划的时候 我们会请县政府到地方去开说明会 去开说明会 那今天我们看到 将下支 我们在规划的部分 一定要纳入地方的意见 让我们地方有更好将来 文化、观光、经济推展的部分 都能够一起来融入 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一个生活发行 提到我们地方的观光 那因为住观光大县 农业的大县 应该结果 就今天我们开会的一个用意 那没有想到之处 我们也会尽量 为县政府共同来推动 跟努力 早前的环境表现 渊业厂可以说是 吉安项最大的闲置空间 不管是独自计划 高家桥的施作 以及未来性 可以说是相当有成章性 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广益 共同来为吉安的未来来努力 这个节奏 欢迎收看 嗯 嗯 一